一大清早卡其外套男子走到社區大門前 手上拿著一把滅火器 用力轉身砸向玻璃門 連續砸了好幾下 強化玻璃紋絲不動 社區抱拳傻眼上前阻止 他還轉身坐實打人 包拳嚇壞了先報警求助 嫌犯這時直接將滅火器用力一丟 當場玻璃爆裂碎成滿地 滅火器也噴出大量粉末 男子則趁亂爬進社區大樓內 社區大門破出一個大洞 正片玻璃幾乎體無完膚 住戶看到超傻眼 事發新北英哥某社區大樓 這名鬧事男子根本不是社區住戶 這天一大早六點多 進到社區說要找朋友 但根本抱不出樓層號碼 遭保全勸離 他竟然就扔石頭攻擊對方 還砸向紗窗 水手抄起一支滅火器 朝社區大門一陣猛砸 警方趕到現場立刻將他逮捕 這一番破壞 造成社區財損將近30萬元 事後男子向警方恭稱 腦袋裡一直聽到一個聲音 要自己進去社區找朋友 才做出脫序行為 失控舉動不只得面臨高額賠償 還觸犯了恐嚇危害安全罪 最早判處拘役40天 接下來得在大牢裡好好反省 接著楊潔範要喬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哈遠儀